我们今天有老朋友的新歌要为大家推荐 我们会电话连线访问许子卫 先请大家听耳朵他的新歌 期待 每天醒来 快醒来 上帝去赶快 顺心变败 想要拿开实行自己摘 慢慢意外的精彩 反正过去现在未来 Till all the stars fall down 谁都爱了都痛快 终于心跳的节拍 无限可能 无所不能 Till all the stars fall down 欢迎子卫 这我们正在听到的是你的新歌 对不对 没错 叫世界所有的星星 那好消息是目前为止 这个歌在上周我们的榜单已经到达了寄军 赶快给大家先来介绍一下 也许就是新朋友 还不知道这个歌是什么来头 你会怎么简单的介绍一下呢 首先我会跟大家说 其实先介绍一下自己 之前可能有的朋友听过我唱一首 非常舒缓的一首巴勒歌曲 很难过的那种名字叫做漫冷 然后后来我也出过两首 大概风格也不会差太多的 《模仿和北极的企鹅》 都是抒情歌曲 但是这一首和之前很不一样 它是一首非常有电子风的一首pop 所以说也非常推荐去听一下 我对这个一个快歌的风格的把握 是 这一次这个新歌一出来 我一听我就觉得耳前一亮 我当时还在想 我说在就是选歌的时候 是比如说这个是公司给你选的 还是说你自己也有一些意见 是怎么遇到这首歌的呢 其实是这样 因为我们公司有一个曲库 里面有很多很多公司作者给了一些demo 然后我们当时觉得 我们在选歌会上 我们觉得要不要挑一首 和之前风格完全不一样的歌 然后有了这么一个想法 带这个期盼去选 然后就碰到了这首歌 我觉得这个应该可操作性是有的 我们就来这首吧 可操作性 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 因为我第一次听到 后来包括我在节目里推荐 我都说我说这首歌 徐子卫的《世界所有的星星》 你是2022年到目前为止 我个人听过演唱难度最高的一首快歌 你自己觉得他难吗 其实说实话 我觉得难度还是蛮高的 真的有点高 对因为他里面的一些 包括高音啊转音啊 包括真假的转换 对单从唱功技术上来说 要求还是蛮高的 而且我还还觉得自己唱的时候 就是有点不是非常满意 就是最后你实际上你录制之后 你觉得还可以更好 是这个意思对不对 是这样的 因为本身我这个人就是说实话 入行比较晚 然后真正来回的打磨自己的技术 比较集中 也就是这一两年 所以可能现在会觉得 这首歌当时如果怎么唱 可能会更好一些 就是录了之后 你发现自己好像可能 有提升的空间了 对不对 是是是 因为我听的时候 我真的觉得 首先他的那个歌词 密度是比较高的 然后呢 也没有大喘气的机会 就是一直连续唱 然后突然就转音了 突然就真假音的转换了 哇我真的就觉得 已经这么难了 还要搭配舞蹈 所以怎么样 你自己练了多久 舞蹈其实对我来说 比唱歌难度更大一点 就是但是还好在 这首歌的舞蹈 它首先不是特别难 所以它专门给我设计 老师也知道我几禰几两了 然后呢 就是给的我时间又比较充裕 我就属于一天学一点 一天学一点这样 慢慢去学的 然后就只能说 尽量给它跳的 还凑合能看了 对 那就这个歌 我们现在要聊聊主题 世界所有的星星 所以它本身的这个歌曲 唱的是什么 是不是也是属于情歌 这首歌 从歌词上的主题来讲 它可不是情歌 它讲的是 应该算是励志主题吧 它讲的一个主旨 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有很珍贵的梦想 有很珍贵的理想 我们要靠自己 我们要坚定的靠自己去实现它 就是这首歌的主旨 挺励志的 那搭配的MV呢 怎么怎么那么科幻呢 其实这个MV 我第一次见到这个MV的构想 包括剧本的时候 我也觉得还蛮符合现在的这么一个热点 因为它用了一个元宇宙的概念 大概讲的就是说 就是核战核大战之后 然后呢 就是世界的幸存下来的人们 就是只能依靠一个 就是虚拟世界的网络 来进行一部分的娱乐活动 但是呢 这一部分呢 又被一个非常大的资本公司垄断了 然后某一些幸存下来的 就是反抗小组 对吧 它决定要打破这个资本公司的 这个就是对人们的压迫 精神上的压迫 然后他们去游戏里 就毁掉了一个 他们的一个核心的一个 算是终端吧 天哪 这个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好莱坞科幻故事的剧本 然后浓缩到这么短的一个MV里了 对不对 是 就是感觉还还 密度还蛮高的 跟歌词一样高 是 然后你在和你 因为第一首单曲的时候 也有女主角的搭配啊 也有一些对手戏 和这个的对手戏可又不一样了 是吗 对 那第一个 第一个可能更偏一些情绪上 包括感情上一些 比较接近生活的一些 情绪上的刻画 但是这一支呢 就是有很多 它有一些 比如说有一个 有一个追车戏 展现的特别惊慌 或者是说 那个 又得帅起来 对吧 又不能显得太惊慌了 对 然后呢 还有 像那个 有女主 女主也是特工 要跟女主给眼神 然后还有 有人打戏 对对对 还有打戏 是 还有套动作什么的 对不对 对 这感觉还挺有意思 这个 虽然短短一支MV 但是对于你的 尤其是 作为歌坛新人的经历 我觉得还是挺丰富 挺有趣的吧 是的 然后目前我们看到有MV 有这个舞蹈版 然后有练习式版 我后来是看到了 这个练习式版 我才惊讶 原来他这个歌是给你编的是 从头到尾都可以全曲唱跳的 是吗 是 因为可能大家在MV里看到的 就是片段 片段 零碎 而且拉得比较远 可能是因为 我当时穿了那个战甲 有点限制了我的这个活动 也没有太多的经验 穿这么一个道具戏服 然后可能跳的有点烂 然后导演不太 不太敢切太直接的镜头 好 就是那个盔甲一样的那个衣服 有点限制手脚 是不是 是的 然后后来就 其实是 你的意思是 自己练的应该是炉火纯青了 没有 说不上炉火纯青 就是透过能看 透过能看 很多人 包括你的这个紫微星们 其实也很期待 就说因为这个歌 你看他就编了全曲的舞蹈 那会不会你自己也很期待 比如说现场和danser们 一起唱跳给大家的这种舞台 其实有试过了 已经 感觉还好 还好 就是这首歌 一定要什么都不去想的去唱 如果加上跳的话 就是别太狠就可以 然后就你自己还是把心理那一关 起码跳舞心理那一关 给迈过去了 对 基本上已经就是可以接受自己 是唱跳歌手这件事了 也不是说唱跳歌手这件事 是接受自己跳的这个水平 就尽力就好 尽力就好 我们今天也请你的歌迷朋友 给大家给你提问 我看很多人都在参与 比如说这个 我挑选几个 这个Ginger 佳佳 他说最近有没有一些什么新的进步 比如说在编曲方面 在唱功方面有没有自己的一些新的学习呢 有啊 其实最近就是大家见不到我的时候 我的生活基本上就是去学习编曲 写写歌 看看别人的作品 大概有什么一些点值的学习 基本上就离不开音乐 其实也很充实了 对不对 是的 爱惠的饼干位你平常会喜欢什么运动呢 运动啊 我上学的时候 其实蛮爱打篮球的 但是就是其实身在北方啊 看着周围 尤其上高中的时候 看周围人很多 穿个比我玩 然后我就越来打球 越没有优势了 就是对吧 就变成了一项健身运动 葡萄洞洞洋乐多 他说有没有想过 就是你的这个随便唱唱部分加入吉他呢 其实是可以的 但是就是随便唱唱 他本身就是我自己真的是在随便唱唱 就是有的时候 他就是得就是单纯的是我自己一个动机 啊我今天突然想唱这个歌 我觉得怎么唱比较合适 然后就直接就录录完就发了 嗯 然后很多朋友都在问你可能最近好像比如说你的这个微博发的不太多啊 都在关心你是比如说你在是筹备新的作品吗 呃是啊 呃因为我们呃后续其实还有蛮多的计划的都在一一的实施中 具体是什么呢 我们还是就是等它实现了 对大家 请大家敬请期待 对不对 然后秋秋啊 喷体啊 阿梯阿梯啊 他说原创歌曲准备的怎么样了 原创歌曲我写了蛮多 然后就是蛮多的 就是相信不久就会和大家见面了 嗯 就也是在这个个人储备当中 然后 嗯 脑袋空空威 他说关心你的这个猫咪奶盖的Vlog拍好了吗 奶盖的Vlog 嗯 我还在构思 因为他的 因为他的这个日常生活 我觉得有多少有些无趣 除了睡就吃 真的吗 对 好 这个核桃核甘酸 他说希望你可以多开开直播和大家这个老客老客说挺想你的 我要有机会 其实这个也要看计划 嗯 好的 那我们这个今天节目时间的关系哈 就没有办法和子卫聊更多的内容了 也是希望一个是你可以通过自己的平台给大家多交流多互动 另外呢 就是说还是把这首歌曲世界所有的星星推荐给更多的朋友最后给你的歌迷朋友说几句话好不好 好呀 嗯 感谢我的歌迷朋友们一直在支持我 然后我会一直努力一直坚持在音乐这条道路上的不断进行创新和常识 嗯 用你们进行支持 好的 是的 目前为止我们听到徐自威的三首歌 我觉得每一首都让人耳前或眼前一脸 也希望接下来继续期待你更多的个人的突破和成长 好吧 好的 谢谢 好 我们下次再会了 嗯 拜拜 拜拜 拜拜